這起車禍就發生在雲林口湖 海巡人員急忙來到車禍現場 跟救護員將率落餘溫的兩名男子 給救上岸 那麼這起車禍就發生在16號下午4點多 海巡人員聽到外面有猛烈的撞擊聲響 利用智慧型港區監視系統 發現在安檢所的550公尺外面 又發生了一起車禍 原來就是一輛大貨車 駕駛自撞把電線桿撞倒 接著整輛車掉進路邊的餘溫 導致車上的駕駛跟乘客 都摔進餘溫裡面 那麼海巡人員全副武裝前往現場救援 發現其中一名男子 已經自行爬上岸 另外一人還在等待救援 所見兩名男子意識清楚 身上只有輕微的擦措傷 送醫後沒有大礙